B站同学大家好 非常高兴大家参加我们刑法悖论的这个课程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到沉重的话题 叫做死刑 今天讨论的主题是 死刑既要惩罚人又要尊重人 1994年 河北石家庄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案 列宿兵被认定为凶手 随后列宿兵被执行死刑 十多年以后 有一个叫王淑金的人在荷兰落网 然后交代出 多年以前在河北曾经强奸过多名妇女 还把其中四人杀害 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列宿兵案的受害人康某 那王淑金还供认自己跟列宿兵根本不认识 作案的时候从来都是独来独往 所以在媒体的强烈关注下呢 河北的司法机关 复查列宿兵案 但最终不了了之案 2007年 一审被判处死刑的王淑金 向河北高院提起上诉 这个理由非常的荒唐 理由是检查机关 没有起诉他强奸杀害 勘谋的罪行 导致无辜者列宿兵谋冤 请求增加其罪 可以说这个上诉理由 是我第一次见过 2016年12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 对列宿兵故意杀人强奸妇虏案 再次公开审 宣告撤销原审判决 改判列宿兵无罪 2017年3月 河北省高院 给予列宿兵家属 268万元的国家赔偿 所以列宿兵案 它是一个注定 会载入法治历史的案件 但这个案件却提醒我们 死刑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到沉重的话题 公元747年 在唐玄宗年间 曾经短暂的废除过死刑 但随着安死之乱的爆发 死刑又被全面的恢复 当在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理论上系统性的阐述 废除死刑主张的是贝卡利亚 我们学习刑法的同学 应该都看过贝卡利亚的那个小册子 论犯罪与刑法 1764年 当时26岁的贝卡利亚发表了这本不足6万字的小册子 在这本小书中 贝卡利亚猛烈地抨击了当时的刑罚制度 明确地提出了废除死刑的主张 也就拉开了死刑存废的序幕 这场争论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平息 那位死刑辩护的 有康德黑格 卢梭洛克 龙伯罗梭等等 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人士 当然 主张废除死刑的人中 同样也是新光苍蓝 时至今日 全球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 在法律上和在事实上废除了死刑 但是 维持死刑的国家 人口 却也接近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 虽然数字并不代表真理 但是数字能让我们看到死刑这个问题上 在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割裂 请各位B站的同学注意 迄今为止有两个大国依然保留死刑 一个就是中国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 刚才我们说过 贝卡利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废除死刑的学者 也正是因为这本小说 拉开了废除死刑运动的序幕 直到今天主张废除死刑的人士所使用的论点 依然没有超越贝卡利亚在200多年前 这本小书中所提出的事情 那么贝卡利亚为什么要呼吁废除死刑呢 这有四点原因 首先呢 贝卡利亚认为国家没有权利适用死刑 他当时深受社会契约论的影响 按照社会契约论呢 那贝卡利亚认为国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它来源于民众所放弃的权利 每个个体都感到不安全 所以大家为了共同的生活 凑到了一块 放弃了一部分权利 形成了国家 但是人们所放弃的权利是有限的 贝卡利亚认为 不可能把除死 自己生命的权利交出去 因为生命是一种特殊的权利 请大家注意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 甚至生命的拥有者 都无权自我了断 所以贝卡利亚认为 死刑的存在是对社会契约的违法 是一种典型的浪用权利 这是他的第一个理由 但这个理由很形好上了 那么第二个理由 贝卡利亚认为死刑没有效果 毫无意义 反而会产生反作用 按理来说 死刑是为了威吓民众预防犯罪 杀一井百嘛 但是死刑其实起不了这种作用 贝卡利亚认为 能够对人心产生作用的 不是刑罚的强烈性 而是刑罚的延续性 最容易触动人们感觉的 不是一种强烈但暂时的运动 而是仿佛的长久的印象 但是死刑的影响是暂时的 它看起来很残酷 但是执行时间很短 头一下被砍断 表演也就结束了 这就陷入到一个悖论 因为本来死刑就是为了预防犯罪 但是现在为了保证死刑要有足够的威慑力 还得确保经常出现犯罪 经常被砍头 被斩首 所以贝卡利亚就说了 他说这个终身的苦意啊 的效果比死刑要好得多 终身苦意的警戒作用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但是死刑的这个作用是一次性的 而且同时呢 他认为终身苦意更令人感到可怕 更能够有效的预防犯罪 因为经验告诉我们 人们往往能够承受极端而短暂的痛苦 但是却很难忍受长期持续的煎熬 那第三点理由呢 贝卡利亚认为死刑还会引起人们对受刑人的怜悯 使得死刑的威吓作用大打折扣 那国家公开执行死刑 本来是想唤起民众对法律的敬畏 预防犯罪 但人的天性其实是同情弱者的 你想在刑场上 国家跟受刑人的力量是对比悬殊啊 国家非常非常的强势 对比之下受刑人就很弱小啊 所以很多时候人们会产生一种 愤愤不停的怜悯感 我记得我小时候 也经常参加各种公审大会啊 八十年代啊 那个时候的死刑犯是要游街示众的 那看着这些五花大板 身上插着各种长牌子啊 画着插 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真的挺可怜的啊 那有的时候党大的同学 甚至还会去围观枪决现场 往往会会声会色的 给我们讲述某些犯人的事迹啊 比如说有一个人打了好几枪才死 在死前大叫一声 老子十八年之后还是一条好汉 当时年幼的我啊 往往会忘记罪犯所犯的罪行 反而会觉得这些人很勇敢 是条汉子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啊 法律的尊严啊 其实是会大打折扣的 他的第四点理由是什么呢 他认为死刑还给人们提供了一个 残暴的榜样 会毒化人们的心灵啊 那法律禁止谋杀 但自己却在搞公开的谋杀 他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 但却安排了一个公共的杀人犯 这在逻辑上是很荒谬的 所以死刑告诉人们啊 只要有正当的理由 杀人就是能够被允许的 那用法律来作为施加暴力的借口 法律的公正性也就彻底的丧失了 贝卡利亚在书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当残暴的精神操控了法律的时候 法律就成为教唆人们实施更加残暴行为的最好教官 当然了 贝卡利亚对死刑的废除呢 其实还是留了一个小尾巴 他认为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保留死刑的 比如说某人的存在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安全 会引起动乱的危险 或者当一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 混乱取代了法律 那死刑就变得必要了 到了晚年啊 贝卡利亚还提出了废除死刑的第五个理由 那就是死刑有可能出现误判 一旦误判 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因为人头不是韭菜 割了不能再长的 就像我们讲课最初所提到的列数兵案 就是一个典型 请大家注意啊 《论犯罪与刑罚》写作于18世纪 那个时候时代的背景是什么呢 启蒙运动的高峰啊 所以这本书是启蒙运动思想 在刑罚理论经典的体现 当时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 福尔泰 他已经70多了 他不惜用最高的敬意 来称赞这位20多岁的矛头小伙 福尔泰说 这本书的作者是我们的兄弟 他是一位仁慈的天才 他杰出的著作教育了整个欧洲 哇这个评价太高了 福尔泰嘛 那他当时绝对是贝卡利亚心中的第一男神 因为贝卡利亚说 自己买过福尔泰所有的著作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书是很贵的 现在的书跟那个时候书没法比啊 那你想一想 得到福尔泰这样的成长 那对贝卡利亚那肯定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随后法国很多启蒙思想家都圣邀贝卡利亚去访问巴黎 什么迪德罗亚 艾尔维修啊 这些人类历史上 璀璨的明星都盛情款待贝卡利亚 刚才我们说过论犯罪与刑罚是启蒙运动的场合 那么什么是启蒙运动呢 用康德的话来说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从自己加给自己的监护状态中解放出来 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要用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性 如果给启蒙运动加两个标签 一个标签就是理性主义 一个标签就是人道主义 那你会发现 这也是贝卡利亚著作中最重要的关键词 如果你去阅读贝卡利亚的书籍 你会发现贝卡利亚几乎所有的论证 都是用死刑的效用 来证明死刑需不需要存在 也就用结果来证明死刑的价值 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公立主义的论证模式 但是我想提醒各位的是 如果不加必要的约束 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 它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理性主义会带来非理性 人道主义会带来反人道 理性主义强调人应当脱离传统的束缚 张扬人的价值 他们高举着进步的旗号 但是这种乐观主义的情绪 却被二十世纪无数的浩劫彻底的摧毁 那人们开始意识到 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 它都是有缺陷的 在贝卡利亚所处的时代 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 都有其神圣的源头 但后来的思想家 却慢慢地将这个神圣的源头给切割 那于是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 就像一根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随风飘荡 那逐渐走向了它的方面 有谁能够想到 二十世纪的理性主义 却导致了两次毁灭人类的世界大战 而人道主义呢 人道主义倾向于对抽象概念的热爱 但往往忘记了具体的人 他们总是爱抽象的人 胜于爱具体的人 因此往往为了所谓的抽象概念 大力革新 不惜牺牲现实的具体人的利益 在他们看来 只要抽象的概念如此的崇高 那么手段就可以再说不及 这种未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所谓崇高 让无数的人头落地血流成河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前几节课所引用的赫尔德林的那段话 往往是那些善良的愿望 把人们带入了人间地狱 贝卡利亚所提出的废除死刑的观念 当然体现着人道主义的伟大光辉 但是他也很有可能走向反面 俗话说杀人偿命 天经地义 但理性主义认为 没有什么是天经地义的 理性主义就没有天也没有地 那还有什么天经地义吗 一切都应该接受理性的评估 那这种狂妄的理性主义认为 人的理性是无所不能的 能够呼天唤地的 能够突破天地的 这也就为后来的灾难 埋下了伏笔 传统的观念认为 刑罚的一个基本根据 在于一个人曾经放下的罪 这是所谓的报应主义 但是贝卡利亚反对报应主义 他认为报应主义是一种复仇 是感性的 是野蛮的 所以他认为刑罚的根本目的在于预防 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死刑没有效果 那死刑也体现不了一般预防的作用 第二也没有特殊预防的作用 所以作为一种没有效用的刑罚 就应该抛弃的 那顺着这种逻辑啊 潘多拉摩盒就被打开了 那我们之前也说过 刑罚起源于远古时代的同态复仇 它必然带有感性的成分 虽然说它需要理性的补充 但这不意味着感性毫无意义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这种朴素的说法 自有其合理的成分 那因此关于死刑问题 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倾听 基于道义的报应主义的声音 你就之前我们反复所提过的 康德和黑格 相信大家还记得 我们前几次课所提到的 报应主义的代表人物康德吧 他认为对犯罪的惩罚 是一种不可违背的绝对命令 无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这种命令都必须得到践性 就比如说处死一个谋杀犯 可能会导致国家毁灭 那就毁灭算 你正义必须得到践性 即便天崩地裂 相信大家还记得 之前所提到的小岛的那个例子吧 在海岛上有一个公民社会 经过所有的成员同意决定解散 但如果监狱里面还有最后一名谋杀犯 那就必须在处死他之后 才能执行解散决定 否则每一个人都富有血债 都属于谋杀的共犯 因为你们公然践踏了正义 你们每天一定会噩梦藏身 会噩鬼附体 这是康德的论证 康德 这位终生没有结婚的大哲学家 他的行动就像时钟一样的富有规律 在他的墓碑上 鸣刻着这样一段话 有两种东西 我们遇事时常地反复思索 他们就遇事给人的心灵灌注了 时时芳心 有加无矣的赞叹和敬畏 一个就是我们头上无比灿烂的星空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心中神圣的道德法则 所以康德坚决地反对 基于公立主义所派生的犯罪预防理论 因为他认为这种以结果去论证 行为合理性的思路 完全把人当成了纯粹的手段 但人只能是目的 人不能是纯粹的手段 康德全部的教导 都体现为对人的尊重 生命必须得到最大的尊重 当你剥夺了他的生命 唯一能够弥补的 就是剥夺你自己的生命 这一方面是对被害人的尊重 为什么要考虑死刑 对将来案件的遏制作用吗 首先应该考虑的是 对犯罪人所伤害之人的弥补 所以在报应主义看来 那种忽视公义 浪失恩情的人道主义 有着太多的伪善 他们经常会为了假想的将来 而忽视现在的利益 为了所谓的抽象的人类 而无视具体人的悲苦 在报应主义看来 对于那些极度邪恶的杀人重放 如果不出于疾刑 如何能够抚慰 仍然存在于世之人的泪水呢 其次啊 这也是对犯罪人本人的尊重啊 相信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所谈到的 大家看不懂的黑格尔巴 大家还记得他说的那个大家根本听不懂的话吗 他说刑罚记包含着犯罪自己的法 所以处罚他正是尊重他是理性的存在 如果不从犯罪人行为中去寻找刑罚的概念和尺度 他就得不到这种尊重 犯罪人在实施犯罪前知道杀人要残名 那你依然选择杀人 那么尊重你 就必须要判处你死刑 别人杀人都判死刑 那凭什么我杀人不判死刑 你瞧不起我吗 我呆吗 我傻吗 我笨吗 那再次 包吟主义认为死刑 也倉导了犯罪人对自己的尊重 那沾山实施的杀人 不愿意受死 这是自己对自己的侮辱 因为你不愿意承担应当承担的责任 人只能是目的 不能是纯粹的手段 这也包括人不能自己把自己当成纯粹的手段 人必自武 然后人皆武之 你不能自己瞧不起你自己 否则人都会瞧不起你自己 所以当你犯了错误 就应该勇敢地承担责任 这是你自己对你自己的尊重 这是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重新爬起来 站立为人 所以在堪德看来 对于个人内心的冲突 刑法必须参导一种自律的自由 自由不是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自由是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去做什么 对于一个吸毒者而言 自由不是说他可以吸多少毒品就可以满足 自由是当他不想吸毒时 他可以控制自己不去吸毒 所以当一个人想盗窃时 他可以去盗窃 这不是自由 这是被奴役 当你想去盗窃时 你可以约束自己盗窃的欲望 这才叫自由 所以堪德把人的自由建立在道德律上 也就是说你的活动必须要遵守道德律 只有遵守道德律 你才能自由 我再给大家捋一捋 你被物理的方法所强制不叫自由 但是你被道德的方法所强制反而是自由 就是说被道德约束反而是一种自由 堪德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他说一个好色之徒在面临死刑的威胁下 他必然会放弃这种赢邪的机会 他不可能有其他选择了 那在堪德看来这是被物理性的强迫 但是如果一个人以死刑相威胁 要求他做伪证 结果他令死不屈 因为他觉得除了贪生怕死以外 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那就是舍身取义 那么这种抗士违背自己本性的做法 恰恰是最符合你的本性 因为你在遵循道德规则 因为遵循道德规则 才能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我不知道各位毕正的同学 搞懂了这段话没有 物理性的强迫不叫自由 道德意义上的约束才叫自由 通俗的来说呀 就是你平常所做的苟且下作之事 并不是你应该去做的 而是你真正的行走在德行之路上 用理性不断的去驯服自己的欲望 人才能真正拥有自由 那因此刑法应当建立在 民众所普遍遵守的伦理规范上 通过刑法的制定与执行 不断地将伦理规范 刻在人们的心中 让这种规范逐渐内化为 人们的行为准则 让人是出于自觉 而非恐惧去遵守刑法 所以当犯罪人犯罪被惩罚时 他不应该抱怨自己食用不起 而应接受他自由意志 让他承受了代价 当犯罪人没有被惩罚的时候 他也不应该有侥幸之心 反而会因为难以遏制的良心折磨 甘愿自首归罪 当然对犯罪人以外的其他人 人们会因为犯罪人受到了惩罚 而感到道德情感的满足 并能够充满喜悦地去继续约束自己的私欲 总之按照这种理念 刑法要创造条件 让民众行走在德行之路上 从而拥有真正的自由 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报应主义看来 死刑是犯罪人对自己的尊重 当然了 在报应主义看来 尊重生命引申出赞同死刑 但是报应主义同样也反对滥用死刑 因为在他们看来死刑只能针对谋杀一类的重罪 对谋杀处于死刑 本身就是对生命的尊重 这其实也对死刑的限制 那相反 如果你离开了报应 只按照预防主义的话 那死刑完全可以针对非谋杀刑的犯罪 而我经常问朋友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是对刑罚的扩张 还是对刑罚的收缩呢 其实你会发现 这是在收缩刑罚 而不是扩张刑罚 因为我戳下你一只眼睛 你只能戳我一只眼 我打掉你一颗牙 你只能打掉我一颗牙 相反 长草除根 这才是预防主义的思维 按照报应主义是不能长草除根的 谁杀人只能够藏他一条命 而不能藏其他人的命 所以报应主义既赞同死刑 其实又主张限制死刑 因为它全部的根据就在于 人只能是目的 人不是纯粹的手段 尊重被害人的生命 所以要判处犯罪人死刑 尊重犯罪人自己 所以要判处你死刑 让犯罪人自己尊重自己 那要给你一个重新站立为人的机会 这是报应主义的立场 认为死刑既是对你的惩罚 又是对你的尊重 那有人说啊 有两件事情是人类无法克制的 一个是死亡 一个就是邪恶 人间有意思 无论是秦皇汉武的长生不死梦 还是有科学家宣称 人类在2029年据说可以实现永生 那这都不过是人类过于狂妄的乐观自负 它的倒塌是注定的 那至于邪恶呢 更是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 科技的发展 从来没有遏制邪恶 反而使得邪恶拥有了更大的破坏力 各位B站的同学 我们想一想历史 只要我们对历史有基本的了解 我们今天的人类 也许无法夸口我们现今的邪恶水平 会低于数千年前 法律中的乐观主义 曾经相信邪恶是可以改造的 罪大恶疾之人 只是暂时生了病的病人 既然疾病可以治疗 那么犯罪的人同样也可以医治 但是在犯率的不断升高 恶性案件的层出不穷 让改造主义就成为了一场幻梦 法律无法消灭邪恶 也很难改造邪恶 它只能有限的约束邪恶 避免邪恶的犯罪 如果说在法律中依然要保留改造 罪犯的美好设想 那也必须让罪犯受到应有的严厉惩罚 总之死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至少在报应主义看 它既是对罪犯的一种惩罚 又是对罪犯的一种尊重 那么在最后我想问问各位同学 大家觉得杀人犯是否应当和其他犯人一样 拥有悔过自新的机会呢 大家可以去思考 谢谢各位